基隆东岸商场2月1号换手经营 很多市民都很关心现场状况 从镜头上可以发现营运一切正常 据了解在市府的协助下 接手的新团队微风集团连夜进行点交 在现场不眠不休进行点交作业的 微风集团乔汉公司总经理高明鼎表示 陆续让各项的机具恢复正常营运 地下停车场和15家餐厅服饰等业者 一切都正常营运 请市民放心 对那本来早上还有一些商家在担心说 那今天到底要不要营运 那我们也是在11点以前就请商馆的同仁 每一家商家都去拜访 都跟他们说明今天是正常营运 而且维持他们原来的这个租金模式 以及营运方式 对那就是让整个改变暂时是最小的 那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那过年我们希望说不要影响到所有的消费大众 购物以及用餐的这个权益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商家都是正常营运的 对那像说目前来讲就是包括停车场跟商场这个部分 就是2月1号开始都有微风正式来营运来接洽这样子 是是昨天就是市政府通知微风说要进行点交 那微风之于本这个基隆东岸立体停车场的这个ROT的案子 那我们机关通知我们进行点交 我们就依机关的指示 我们就开始进行点交 那到今天早上已经把 昨天下午已经把停车场点交完毕 那今天早上也把商场的部分点交完毕 那我们第一件事我们要先让所有的厂商都了解到 他们是可以继续维持原来的条件营运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6点36分 我们就就是让停车场可以正常营运 我想这个是基隆市民最关心的这个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等于说只是一个早上 我们昨天的傍晚6点我们就开始进场 然后进行整个停车场设备的这个缴飞机的重新建制 因为原来厂商已经拆走了 那一整夜同仁 差不多有超过30人次的同仁 然后一整夜然后把所有现场7台缴飞机 以及三个闸道的这个闸道机全部都建置完毕 那可以让今天早上顺利上班的民众就可以 那附带提一下就是说 所有的原来在东岸停车场的越租车的这些停车的民众 那我们也因为接就是时间很急迫 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去调整他的方案 所以我们都维持原来越租的这些客户用户 至少在二月份他们所有的费率 所有的条件都还是维持跟一月份一样 那我们慢慢再去检讨 是不是有更优化或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地方 那用这个月我们再慢慢通知 通知这个越租的客户来进行调整 那还有里民最关心的就是里民优惠停车位的这个抽签的部分 我们也会赶快来筹备好以后 我们会择旗跟各优惠里的这个里长 那透过里长来进行公告 那让我们里民来登记 那当然超过我们的这个100个车位的话 就进行公开抽签的方式 对这个我想也是里民相当关心的事情 商场的部分目前有15家厂商 那全部都正常营运 那当然在那个一楼通道的地方 原本有一些零食柜 那原来的厂商就先暂时停止了零食柜 那我们也会开始陆续的去安排 那我们希望可以这样过年期间 整个商场可以更热闹一点 我们也会做一些布置 基隆东岸商场是基隆淡黄区的核心 拥有超级人流的商业火车头 未来期待能够跟东岸旅客中心 与文化中心海洋广场进行串联 点亮基隆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 值得期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